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为大家讲的是 因为我们的气不是很足 人比较烦躁 导致你入睡困难 失眠多梦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睡得不踏实 一定要认真看我教的这个方法 非常简单 而且一用就有效果 在学习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点赞 分享我的视频 让更多的人 有需要的家人们来一起来学习 这个方法就是推你的中指 推中指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调理 以上这些问题 让你睡一个好觉 好,推这种东指怎么做 跟我一起来 把你的手拿在这个地方 去向指尖去推 这个推哪里 推中指我们的手掌的这一侧 也可以从你的掌根 这样去向上推 好,如果从指根 这样怎么做 这样一 好,这样 二 三 四 从你的掌根 这样 一 二 三 四 好 下面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去做 让大家能看到 因为我这样做的话 会比较舒服 家人们呢 也可以像我一样 这样 好 当然了 我朝前面 是为了让大家看我是怎么推的 我建议大家用你的大拇指的指腹去推 好 就是呢 从掌根这个地方开始这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从掌根推 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做三百次啊 三百次 躺在床上 闭着眼 默默的数着 好 如果从掌根 就是这地方 也是一 二 让这个线的画质 纪念了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也是做三百次 默默的 好 这是我们做完一侧 当然在这里呢 大家会想 老师 我做不到三百次就困了 怎么办 困了就睡觉 目的就是让你快速的睡觉 睡一个好觉 你不要说 哎 我还没做够呢 硬挺着 好 这个是说 你这只手做了三百次 还没有睡着 或者四困 但是呢 还是有点醒 那我们把另外一个手 也是要做三百次 好 这个呢 也是一样的 平时呢 大家去怎么样 去这样保养 然后呢 白天没事 可以左右手各推三百次 推我们的中指 调理失眠多么 然后翻来覆去 睡不着的家人们 一定要练习 躺在床上 你无论先推哪一个手 推到困了 睡着了 就不要在意 我一定要做完 好 这个也是正常的 做三百次 这就是推我们的中指 来去干什么 来调理 失眠 多么 效果是非常好的 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 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 我会为你解答 谢谢 谢谢